把開關打開 一會兒功夫就能有個暖烘烘的熱膚墊 長期使用山西產品 不少人會拿熱膚墊來舒緩疼痛 尤其天氣變冷 更是怕冷民眾的必備物 不過使用時間如果太長 也可能會造成燙傷起水泡 或是其他的皮膚傷害 我是記得不能直接太靠近身體皮膚 建議的話是要在有格的外套 或者是衣服會比較好 不舒服就不會一直拿著啦 怎麼會燙傷呢 有些民眾認為使用熱膚墊可以幫助睡眠 但物理師提醒 熟睡之後皮膚感覺會變遲鈍 燙傷的機會也會跟著大增 尤其嬰兒或癱瘓者對溫度感覺遲緩者 更是禁止使用 在使用時間和溫度上都要留意 主要一個就是使用的時間 時間一定不能太長 那大概20分鐘就足夠了 然後呢就是使用的溫度 那如果是直接接觸在皮膚上的話 一定要在45度以下 甚至於有的人要更低 衛福部表示熱膚墊必須要有醫療器材 許可證才能夠上市 提醒民眾要看清楚包裝上的許可證字號 再做選購 動力師熱膚墊是醫療器材 第二個在選購之前呢 要看清楚它的許可證字號 第三就是說會用就是要依照使用說明書上面的指示 正確的使用 物理師表示 熱膚墊可以維持一定的高溫來促進血液循環 不過如果使用方式不正確 不但沒有達成治療效果 恐怕還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